62. 太陽暴50年最強燦紅金破直綱 2015年7月11日港民A12 綜合外電報導,超強颱風燦紅對台灣及大陸地區構成威脅 受燦紅吹襲影響,台灣共有6人受傷 到班往返香港,大陸的航班被迫取消 令大陸中央氣象台作發布今年首個颱風紅色預警 預計燦紅今日中午在福建福點至浙江漲山一大沿海登陸 當局預測燦紅或成為近50年來同期登陸浙江的最強颱風 全台公開考試延期台灣東北部地區 作開始出現震風及間歇性大雨 並有大樹倒塌、道路落石等災情 全台近7000戶停電 據消防署統計,燦紅造成6人受傷 其中台北古嶺街大樹倒塌 一名女途人租壓傷 樹上的蜂巢也因倒樹損毀 色相一對路過男女 三人送院治療後君以無大愛 新北市新店區一名途人亦租倒塌的大樹壓傷 願定作登場的全台考試 順然至今日舉行 高普考、公務人員高等考試 三級考試其普通考試 改為今日至下週三舉行 近11萬名考生受影響 台北、新北、基隆 桃園作亦宣布停工停貨 令台北部分醫院作停診 指開台風或特別門診 急症正常 從桃園機場起降的國泰航空 中華航空、長泳航空、復興航空 昨日多班飛往香港 大陸的航班需要取消或改時 今日的國際航班大多恢復正常 但仍有少數航班異動 中華航空今日從桃園及高雄機場 往返上海浦東的航班 均然後至明日凌晨及清晨起飛 復興航空取消桃園往返直江航州的 GE312、GE313航班 2.8萬艘船搏港被風撐 紅熱族漸逼近大陸華東地區 將為福建、浙江、上海、江蘇等地 被帶來暴雨,並引發山泥傾瀉、泥石流、洪水等災害 據統計,浙江全省已轉移54萬名民眾 如2萬8千艘船搏停泊在港口避風 寧波、溫州、杭州機場多架進出航班取消 福建令德、福州沿海仰直雨排上如3千人已設離上岸 福州火車站的福州站、福州南站經航深線、 杭州至深圳 共31班列車也將停駛 致命日才恢復正常 突然間,在從中間中到達幾天 同時,他會在那裡 相互復正常 不會, 我會想說 你能不能說 你能不能說 你能不能說